哈喽,大家好,惊喜预定等待半年之后,我终于说到了这台阿亚妮偶,这是一台7寸的6800U掌机,我这台是16加1TV的白色版本,即使盲定间段也得6099元,让我们来看看作为同类产品中,定价最高6800U掌机究竟怎么样吧? 阿亚妮偶机身正面是一整块玻璃,给人的一体感很好,白色配合摇杆的RGB灯,外观很好看,机身做工发面我仔细观察了一圈,也没看到有杀毛翅,整体还是挺精致的 不过白色好看的代价是太不耐脏了,我才用了几天时间,发现摇杆居然已经揽上了其他颜色了,我只能拿摇杆帽把它盖住 机身重量为656.9克,握把的人体工学设计不错,贴合手掌的同时,手刚好可以碰到摇杆 就是这个十字键的位置,如果再往右一点就好了 ABXY和十字键都采用了导电胶设计,安牙手感挺好的,有点像Switch Pro手柄那种按键手感 不过由于垂直布局的关系,按A键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右摇杆 阿亚尼尔用的是大霍尔摇杆,默认状态下,轻轻拨动摇杆,内穿还是有死去的 在阿亚Space里更改无死去模式后,就没有死去了,但是这个时候摇杆就不能回到0.0002中心点了 大霍尔摇杆比中霍尔摇杆的霍尔洞手感好很多,化缘测试平均错误率只有0.6% 摇杆推到各个方向都可以正常下压 渐渐的按压手感也不错,回弹力度刚刚好 这个霍尔斑机键形成太长了点,玩赛车不错,但玩FPS类,开枪手感就不太行了 开始和选择键的按压手感过软了点 顶上的两颗制定义按键手感反而比开始选择键好一些,软硬程度刚刚好 阿亚NEO1T版本是3.0的固态,读速3631Mbps,写速2505Mbps,4K读取51Mbps,缓存很大有300G 但是缓外的速度只有130Mbps左右,列成TF卡水平的速度了 阿亚NEO2的TF卡槽有按压式防尘盖,这个设计还不错 就是这个卡槽速度太慢了,实测三星512白卡在这个上面,没法突破100道的速度 这样吧,我们的冷卷会和选择皮静动链 ну,我们的冷卷会和选择新闻写,会设计则 就是把小型专卖和选择委,关键中原则 大型的我们的出品